香港有一块湿地 朋友们 为多种的物种提供妻身之所 是迁徙性候鸟的天堂 每年冬季 有不少来自中国北部 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候鸟 在此过冬 看到过有一个纪录片 有一种鸟叫荷花雀 不是说的那个荷花莲花 那个荷啊 荷苗的荷 花朵的花 这个燕雀麻雀的雀 荷花雀 这种鸟呢 广东人爱吃 称为天上的人参 这种鸟在14年内 连跳四级 成为了极微的品种 每年他得飞越广东的重重的大型的非法的鸟网 只要能越过广东进入香港境内就能存活 都是讲粤语的人群 广东是属于大陆政府的 香港不管是港英还是特别行政区 他还是更加文明 他对这种非法的捕鸟啊 捕捞啊 对这个动物的保护啊 还是更加到位 他的文明程度也更高 法治环境也更好 而另有还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荷花雀的故事 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 大概30年左右 由于饥荒贫穷批斗 大量的人口为了生存 那会我记得有这个傅聪吧 是傅聪还是谁 还是马思聪 马思聪吧 广东人吧 好像是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吧 就逃到广州 然后坐一条船 花高价 跑到香港 还有陈独秀的小女儿 共产党的创党的总书记 陈独秀的小女儿 抱着一个汽油桶 还是一个篮球 游泳游到香港 还有汪精卫的侄孙 都不是他的亲孙子 汪精卫的侄孙 从那个珠海那边游泳游到澳门 从澳门又逃到香港 这类似的人太多了 那么偷渡香港逃生 内地出版了一本书 叫人间地狱香港 诋毁 你们可别去 就跟现在中央电视台 骂美国骂日本 骂台湾一样 允许 边防军用枪 开枪扫射 就地正法 这个打死的不少 在边界线上 在山上 在海边 甚至海里边 大量的逃生者 在逃生的过程中 被鲨鱼 咬死 还有从山上 跌落悬崖 摔死的 还有在水里边 游泳 体力不支 淹死的 还有跳火车 从火车上摔死的 还有像野狗一样 被当场射杀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么港英政府 采取了 抵垒政策 抵达的抵 堡垒的垒 抵垒政策 你有本事 到达香港市区 市区 香港不分三部分吗 是吧 香港岛 九龙和新界 不知道指的是哪 是香港岛还是哪 这个 你要有本事 就是说白了吧 你命大 你运气好 幸运 到达市区 那你就是香港人了 就成为香港人 这些死里逃生 最后成功逃入香港的人 成为香港社会的一份子 包括大家可能熟悉的 罗文 泥矿 卖家 还有影星 惠英红的父亲 还有米其林的 一星大厨 米其林一星大厨 叫郑锦富 等等等等 对我记得还有最有名的应该有李老大吧 黎智英 是吧 跟共产党做抗争的 那个黎智英 是吧 那个搞那个苹果日报吧 原来他好像搞了一个服装品牌 还在内地开了好多店 黎智英 他说过 他他不是 黎智英不是这种逃港 他是从口岸过去的 但是走的时候 啊 这个大陆的那个海关 那个边防说了 带着金条 一律没收 他带了一根金条 他也不想给大陆政府 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太坏了 他就把那根金条从身上拿下来 就用脚踩到了泥地里 因为南方嘛 是吧 那个比较湿润 有泥 踩到了泥里 然后他是几乎一分钱都没有到香港 从一个打工仔 后来当老板 后来搞媒体 现在他进监狱了 就像荷花雀这种鸟一样 从广东 在广东 你很可能就成为了盘中餐 到了香港 保护这种珍稀的鸟类 你就能活下来 对吧 能越过广东那边的罗网 降落香港 你就能生存 那边 中国政府是开枪扫射 你要抓回去 尤其广东那一带的人抓回去 那还要劳改 还要批斗 有各种的残酷的迫害 那么这边是人道包容 那边对中国人就是开枪就地政法 这里的老外应该是英国人 港英当局 殖民政府 殖民不是个坏词 知道吗 带来了更高级的文明 有法治 对吧 提供了安全 尊严 自由 接纳了他们 这些死里逃生 成功偷渡的人 生存了下来 在香港 安居乐业 半个世纪过去了 这段史称大逃港的血泪史 现在被中国称为赴港就业风潮 多么的讽刺 说你是赴港就业 其实是大逃港 最近这个一尊上台之后 文化大革命 过去的共产党自己的文件 都说叫十年浩劫 民族灾难 对吧 动乱 十年动乱 现在他说成叫什么 伟大探索 艰难探索 说到这儿 我就有个同学 女生姓黄 我不说名字了 姓黄的 他们家祖籍应该就是广东人 他这个颧骨比较高 然后这个鼻 鼻孔比较宽 然后那个鼻子比较宽 姓黄的女生 他们家就是六不亢 就是那个工人日报社的 那个子弟家属 工人日报 那个他就在我小学可能二年级 还是三年级 反正是啊 就很小的时候 四十多年前 他们全家就移民香港了 我记得那会儿他爸爸 因为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 刚上小学 就是家长 有时候不担心啊 怕孩子丢了什么的 他爸就到我们学校门口来接 他爸就是戴着蛤蟆镜 蛤蟆镜然后穿着花格衬衫 他倒不是就这种方式逃过去的 应该是就走的那种单程证吧 就是移民去的啊 就去了啊 是吧 还有那个温家宝的老婆张贝丽的那个白手套 段伟红的老婆沈栋 上海人 也是后来逃过去的啊 原来他们家就在香港生活 对共产党的政权的性质 认识的不清楚 后来四九年 本来直接就能走 没走 没走 他妈是基督教会的一个重要人物 被关押了很多年 他爸当然也很惨 后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所以是吧 网开一面啊 高抬贵手啊 或者是夹缝里求生存啊 稍微的能喘口气啊 这还是邓小平 真的 当然邓小平也不是什么好人 因为共产党快完蛋了 所以他为了保党 然后也对人民 因为需要人民纳税啊 需要人民贡献财富啊 对吧 需要把经济维持好 共产党才能痛痛快快的 想着福来统治的呀 高枕无忧啊 对不对啊 当时有一份报纸 他本来是有压力的 可是憋不住了 不管了 把实况如实报道出来了 市民 香港市民知道后 大批大批的 这个 带着食物 去救济陌生的同胞 但是他们大量的还是珠三角的广东人 他们语言通 是吧 过去共产党宣传 好像这个民国时期 有一个叫什么 省港大罢工 是吧 就是说这个 广东 这个这个 尤其广州和香港之间 那会的来往 没有共产党 设置的这么这么 这么多的障碍 基本上是来去自由的 那会的中华民国的护照 甚至都不用护照 出国 没有现在怎么费劲 这种壁垒 边境的管控 边检 那是怎么 怎么造成的 那是共产主义 他不愿意 他怕人跑了 你这种例子 东柏林 东德人 原来东西柏林 对吧 那是二战结束 四国 分区占领 是吧 整个德国的东部 是苏军 西北部 是英军 我看啊 正西部 是法国 因为法国跟德国 有陆地接壤 然后南部 是美军 但是美军需要出海口 好像是基尔港 还是 不来 不是不来梅 汉堡 还是哪 反正那 有一个港口 也是美军的 有一块飞地 因为美军的物资要进来 然后西北部 是英军 当然有海口 北海那边 有一个港口 不是不来梅 就是汉堡 给了美军 然后美军占领南部 当然那个柏林 也是四区占领 苏军是东柏林 西柏林 是美英法 后来 为什么修建柏林墙啊 那个工程师啊 教师啊 医生啊 护士啊 作家呀 学者呀 就包括社会底层 大量的东德人 因为不设防啊 没有物理的区隔 大量的逃 东德一看不行了 动摇国本了 快维持不下去了 对吧 没有人才了 紧急 修的柏林墙啊 那就那样 还有人逃 有一个电影 叫热气球 有一家德国人 自己家 做了一个热气球 逃了两次 第一次没跑了 降落下来 一看还在东柏林境内 赶紧销毁 逃回去 又弄 差点被发现 因为他的儿子 俩儿子吧 其中一个儿子的女同学 他爸爸就是一个秘密警察 啊 后来查查查 找证据 哎 发现是我们家邻居 啊 大概也就差半小时左右 他们坐着热气球跑掉了 是吧 当时的大陆人 还能跑香港 现在还能跑吗 香港的国安法 反送中 现在香港人都四散了 是吧 香港那个叫什么 英国那个海外护照 叫什么 BCN叫什么 是吧 叫British Overseas 叫Possible 是吗 反正就是那个英国海外 属土公民的护照 很多香港人跑到了 曼彻斯特英国 号称叫小香港 还有英国各地 加拿大 美国 葡萄牙 现在香港人 也到我们巴塞罗那来了 知道吧 所以 香港已经沦陷了 那香港人大量的 好几十万 离开了 也都是精英 各行各业 有专业知识的人 对吧 带着财富 带着他们的头脑 带着他们的专业的本领 现在香港是被大陆人 填补进来了 从不不仅仅是97年 97年之前 大陆就用那个单程证 就是什么 投亲靠友啊 各种方式 就往香港的渗透了 现在香港完蛋了 我没得到 洪三